今天我们继续讲到哥林多后书 这个荣耀的侍奉的经文 这里说经文说 法罗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夫一二 这种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这种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常常人教导我 信我不信不要同夫一二 结婚的要找信主的人结婚 当我刚刚出来传道在教导里面服侍的时候呢 教导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传道人是否可以为一个信主的 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证婚 教导当中是否应该借这个礼堂 给一位信主一个不信主的人呢 举行婚礼 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说法 有牧师认为呢 信与不信 不要同夫一二呢 只是一个劝勉而已 不是一个命令 意思说呢 最好的话 就是跟信主的人结婚了 可是能够和不信的同夫一二 当然是件好事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要尊重个人的选择 是他的决定 教会不能指手挂脚 不能说他不对 这是个劝勉而已 不是个命令 然后最重要的是传福音 传福音 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 才是最重要 教会里面呢 单身的姐妹 比单身的弟兄 都很多 信与不信 不要同夫一二呢 很不切实际 对不对 基本上呢 是很难行的 另外呢 不信的 和不信的人合伙做生意 Into partnership 那是否可以呢 根据这种经文 保罗是否说 不要和不信的人合伙做生意 不要在同一个的团队里面共事 但我们今天生活里头 与不信的人合伙做生意 有各种合约的关系 伙伴的关系 是不可避免的 是不是 举个例子吧 昨天 这个Houston的Astro 棒球队 当中呢 这个球队里面有很好的基督徒 的球员跟教练 也有不信的球员跟教练 他们联盟啊 组成一个球队 昨天呢 前天呢 打进这个美国职业 职业棒球 大联盟 的世界大赛 是今天晚上吗 今天晚上第一个game 那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不能合伙 一起来打个冠军联盟 为什么不能合伙 另外呢 你看我们这个建筑物 是一位非信徒设计的 我们跟我们合伙 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 那我们从开会的时候呢 没有一起祷告的 那这样的行 是否就与不信人同复于恶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就很难生活了 所以这一段熟悉的经文呢 不要和不信人同复于恶 其实是一段非常难 困难的经文 难的不在他解释 他的意思是什么 经文是很清楚的 结构非常的清晰 中心思想很明显 难的什么地方 难的怎么去用 怎么应用 保罗没有直接说 在什么情况当中 就不能同复于恶 什么情况当中 可以合作 耶稣说 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 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就没有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 生活 怎么要活出这种 不属于世界的这种的生活 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于恶 问题是在界限是怎么划分 是不是 今天我们怎么应用 这个的这种的经文 交通与分开 Fellowship and separation 我们在一个不属于神的 一个世界里头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里面 完全与不信人分开 是不可能的 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 可是什么时候 要和不信人分开呢 Separt呢 什么时候可以 与不信的人来往 合作 要Fellowship 怎么去应用这种经文的 教寻 今天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什么是不要和不信人同复于恶 是什么意思 第二 为什么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于恶 Why 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 讲到荣耀的师父的时候 突然间一句这样的吩咐 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于恶 Why 第三点呢 第三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怎么去应用 在什么情况的当中 我们要分开 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以交通 合约的关系可不可以 结婚可不可以 与不信的人 可以有什么深入的这种的关系 在什么课题的当中 我们要分开 在什么情况当中 什么事情上面 我们要合作 How 我们同学来祷告 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 教导我们 天父 你的旨意安定在天 你要我们在地上 过一个熟天的一种的生活 天国子民的生活 我们活在这些上面 怎么样的 能够活出 这个熟天的生活 所以求你教导我们 在这种经文里头 我们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应用 让我们有智慧 能够把界线画得清楚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归你所用 奉耶稣就名求 阿们 那今天的经文呢 是整段我们第九章 讲了第九个信息了 从第二章十四节 一直到第七章第三节 就是今天的经文 这段荣耀的侍奉的 执事的一个结论 最后一段 指出 我们侍奉应该有的回应与行动 保罗说 荣耀的侍奉是什么 告诉我们荣耀的这种侍奉 应该有什么态度 告诉我们荣耀的侍奉的能力从哪里来 哎呀 这种动力 motivation是什么 讲完这个之后 保罗就在《结论经文》做一个总结 讲出他对读者的一个要求 一些的吩咐 是侍奉伦理的生活应用 这段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六章十一节到七章三节 充满了命令 是典型保罗的教导的方法 从已然陈述的语气 到一个命令的一个的教训 从交易 从真理 到一个生活的一个的行动 讲生活 那所以第一点 这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 是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于恶的意思 这个经令是什么意思 第一呢 这里讲的是一种命令的语态 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于恶 不是劝勉 不是可以行也可以不行的一种的劝勉 最好不做也没有问题的 这个的劝勉 是一个命令 意思很清楚的 不要和不信的人进入 一种不相配同复于恶的这种的关系的里头 不相配同复于恶的这种的关系 原文中的只是一个字 中文用了七个字 去翻译它的意思 不相配同复于恶 七个字 来翻译一个希腊文 的意思说呢 直到错误的或者不协调的 连在一起的这种关系 不相配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的关系 英文翻译 英文翻译 unequally yoke 的关系 不要让你自己进入这种与不信的人的 舒服的里头 不要在一个不平衡的一个团队的当中 来舒服自己 在这种经历 禁止我们 不是要禁止我们跟不信的人接触跟来往 而是针对的是一种某一种的关系 这种亲密的关系 跟不信的人一种的某一种的关系 引起今天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不忠 引起我们教会里面纷争的问题 特别是参与了这些异教的想法 仪式 拜偶像的这种的经法 是一种属灵跟道德的这种的关系 那这种的关系呢 要避免 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与神的这种的关系 站上了不洁净 产生各种的问题 产生教会里面这种纷争 不相配同负一二的这种的关系 不但是指到方向不同 这头牛往左 这边头牛往右 然后两个不同方向 它的重点是 根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关系 就好像一头牛绑在一只鹰 在一起 然后两个一同的要去耕地一样 这个两个不相配 本质不一样的个体 连在一起 同负业二 有这种特殊的一种的关系 特别是指到在属灵上面 跟道德上面的这种的关系 讲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 与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进入节节的关系里头去 在六位纪19章19节有三幅这样的图画 来描写不相配同负一二的意思 第一幅图画是指到牲畜 与一类不同种类的动物交配 性质完全不同的 然后呢两种不相配的进入交配的这种关系里头 第二幅图画 在田地里面拨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种子 两种不相配的种子 却长在一起这种的关系 第三幅图画呢 是两种的原料造成一套衣服 不相配的原料造成的一件衣服 衣服会破损的 会走样的 会不相配 会出现问题的 在这个禁令呢 这个禁止我们不要与不信仁图佛仁呢 如果从正面去讲同一个的吩咐的话呢 是在第十七节里面 一个同意的一个命令 从正面去看 法罗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出来分别呢 是不要同负一二 同意的这个命令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基督徒圣洁的需要 与不洁的分开 是个正面的讲法 分别出来 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基本的 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 在圣经里面 常常说的 今天我们属神的子民 应该怎么生活 要分别出来 在末日的时候 神要将一人 从二人当中分别出来 安提二的教会 分派巴拿巴与扫罗出去 分别出来是拣选的意思 有特殊的意义 分开来 这个字是这样用的 在加拿大书里面 讲到彼得 曾经退去 不肯与外邦人一同同坐吃饭 隔开 Suppression 那这个是不对的一种分开 在旧约里头 圣洁的与不洁的要分开 的例子很多 在创世纪里面 神把犯罪之后的亚当夏娃 从一堆园里面 分别出去 赶他走 分别 不能留在这里 神吩咐 亚伯拉罕 离开本地 本族 本家 要他 从他原来的 这个的 地方 能够走出来 分别出来 抓及也是一样 以色列的 神的选民 要从埃及人里面 走出来 摩西的律法 洁净的与不洁净的 要分开 洁净的 如果站上不洁净的 会怎么样 会变得不洁净的 进入迦南以后呢 神吩咐一些人 要把罪恶 滔天 拜偶像的 一个迦南人 怎么样 都完全消灭 净净 要完全地 消灭他们 就是要他们 与迦南人 分开 可是但 以色列人怎么样 没有抓得到 他们让迦南人 住在他们当中 结果是怎么样 他们就跟随了迦南人 去拜偶像 这叫历史当中呢 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历史 分别出来的历史 美国 泰国的时候 清教徒 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 离开了英国的 这个大圣公的教会 然后 甚至来到 这个北美的这个地方 离开英国 来到 美洲 分别出来 要过他们清教徒的 这种的生活 十六世纪 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 新教要离开 天主教会 分别出来 二十世纪 美国基奥派 要从自由派里面 分别出来 圣经里面 充满了这些的教导 我们在这个世界 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神从世界里头 拣选了我们 分别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我们 在神面前 神的指名的特质 所以这里说 不要与不信的人同步 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不要和不信的人 建立某种的关系 导致我们对基督不忠 这是个非常清楚 也容易明白的 一个生活的原则 那问题是 怎么用 和不信的人 进入什么样的关系 不行的 在什么事情当面 我们要分别出来 与他们分开 那我们从三方面入手 好不好 第一我们从阶段经文里面 找出一些的实际的情况 然后第二 我们从这种经文的上下文 更多前书当年的这个背景 前书跟后书 找出一些实际的情况 怎么分别出来 那第三呢 我们从整本的新约 来看看有什么实际的例子 是要我们分别出来 分开的 那保罗在这个经文里头 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用了五个的问题 是形容 是形容五种 信与不信 不能够有的关系 他说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 光明黑暗 有什么样相通 基督跟比列 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 有什么相交 有什么相交 信主和不信主 有什么相交 神的殿和偶像 有什么相同呢 这里讲了五种的关系 相交 相通 相合 相干 相同 那五个都相 这五种关系 不可能有的 信与不信 不能有这五种的关系 五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不 信和不信 缘不商配 不可能有这五种的 这样的关系 那我们看看这个 和不信的相交 意思是partnership的意思 合伙参与一同的 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活动的这种关系 那特别是指到 在信仰上面 在道德上面的这种的关系 导致我们站上不洁净的 这个的东西 那好像2017年 Astro 这个棒球队 被人发现作弊了 是不是 偷取对方 那个球队 发球的这个信号 那基督徒就不能够 合伙了 不能够商交 不能在这些上面 有partnership 不能因为要共同赢到 这个世界大赛的目的 而进入这种伙伴的关系 那第二个呢 这种关系呢 是这种相通的关系 Fellowship 信仰相通 而产生事工与伙伴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 弟兄姐妹 Fellowship 交通 都是这个字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所以产生在事工上面的 伙伴的这种关系 这是保罗跟 这是保罗跟菲律宾教会的 这些伙伴的关系 同情和义 希望福音是这个字的意思 那所以这里说 信与不信 不能够有这种的关系 好像我们今天讨论 我们与佛教徒相通 要Fellowship 一起做慈祭 行不行 现在中国如果地震 佛教徒也去震灾 基督徒也去震灾 在同一个地方 那我们同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一同来 正在合作 Fellowship 可不可以 这里说的 信不要和不信人 同复于恶 和不信的有什么相通呢 第三个这个字呢 是这个的相和accord 是指到双方的协议联盟的 关系的意思 就举个例 不尚配的政治联盟 这个例子 三十世纪 德国新教教会 马丁路德改教之后的 这个新教的教会 跟希特勒联盟 1933年 帮助拉脆党上台 实施这个军国主义 历史上面你可以找出来的 推行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 1933年 在马丁路德 这个诞成 四百五十周年的 一个庆典的当中 两万个 德国 新教的教徒 聚集在 这个柏林的 新的体育馆里头 打着德国福音派教会的旗号 教会里面的牧师跟官员 都穿上 都穿上 不是圣服啊 穿上 全服 武装 军装 上场 穿完家美式以后 感谢上帝 照顾我们 看顾我们 然后就上来宣布 要开除所有 犹太人的牧师 然后神级人员 你是犹太人 都要革职 冲锋他们的财产 财产 重新地 去翻试圣经 要把圣经里面 所有非德国的元素 去掉 换句话说 把犹太人 去掉 要把一个骄傲 英雄的耶稣 去取替 一个受苦的耶稣 拥护当时的强人 希特勒上台 认为他是救世主 拥戴他做国家的领袖 那台上面呢 这两万个 基督徒拼命在鼓掌 只要少数的反对 这种的联盟 的基督徒发生 如果回头看历史的话 当年如果没有基督教会的支持 希特勒 屠杀六百万的犹太人 恐怕不会发生 那这是一个联盟 一个联盟 政治的联盟 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例子 1954年 成立了中国的 基督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 成为两会 它的目的要带领全国的基督徒 爱国爱党 引导全国基督徒 来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因为中国基督徒 基督的教会 与社会主义结盟 成为一体 基督徒被逼迫要进入三次 参加三次 也有不少信徒 坚持信仰 拒绝联盟 信和不信有什么相合呢 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关系 并不是离我们很远 就是今天也存在的 很容易有的这些的关系 信与不信不要同父 是指导这种的关系 第四个 信和不信的 有什么相干呢 有什么portion 意思说有什么共同的 共同可以分的一些的利益 承受相同应许的这种的关系 同德利益的这种的关系 共享富贵的意思 这些的联盟 这些关系 相合相通 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利害的关系 是不是 为了权利 谁主导白宫 为了影响力 我们要多少的影响力 为了财富 为了支持 为了好处 信和不信的联盟在一起 一种共分 这个利益 你好 我也好 信和不信有什么相干呢 这里问 绝克利 当年福音进入中国 宣教室利用 外国的势力 外国的力量 谋求一些与 这些那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我们读历史都知道 这些不平等的条约 里面包括了 对宗教的保护 强迫中国 来开放他们 让宣教室可以进到这地方去传教 表面上是达到了宣教的目的 得了好处 一同共分这种的好处 事实上呢 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挂钩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里面被称为洋教 与这个资本主义 什么军国主义 打成为一体 这个从今天很多年纪比较大的 这些的中国人拒绝福音的一个原因 当然也有好像戴德圣一样的基督徒 拒绝不愿意 靠着这不平等的条约来保护自己 当年扬州招案 英国 美国的团呢 一直开进长江 然后强迫中国要道歉 向谁道歉 向戴德圣所受影响的宣教室道歉 要立一个牌坊 要为要公开的为这事情来道歉 戴德圣拒绝 不要靠这些不平等的这些的条约 这些的势力去达到他们宣教的目的 虽然赔上了生命的代价 也不愿意有这种的关系 共享共通的这种的关系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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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里讲到和不信仁相同 agreement 在某种双方同意的一种 成熟的一种关系 九个例 为了共同的事业 让人聚在一起的这种的合约契约 这种的合约 可是很广泛的 应用的情景呢 不是道歉 这里的意思 特别是讲到神的殿和偶像之间 有什么样的agreement 有什么样的契约 是指到信仰跟道德上面 这些的敬拜神 与拜偶像之间的这些契约 不是 不单单只是和约 大家一同去做一件事情 是共同一起的 这些的契约 敬拜神 神的天 跟偶像之间 有什么样的契约 那 哥林多教会里面 很多实际的例子 所以从第二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从哥林多前书后书 里面来看一下一些实际的 应用的一些的情况 要分开的关系 包括什么 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 法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把自己跟这些不幸的人 与事情分开 要他们什么 从敬拜偶像里面分别出来 哥林多是个外邦人大的一个城市 有 拜偶像是非常普遍的这种的意思 所以呢 敬拜偶像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生活很多部分都跟庙有关系的 拜偶像就是整个城市里面 庆祝 欢喜快乐 一种吃喝的这些的机会 然后在庙里头有庙祭 发生淫乱的关系 是人享乐的地方 在庙里面有祭过偶像的这些肉 平常肉很少的吃 大部分的肉都是在庙里头 拜偶像的时候 可以有肉可吃 在庙里面有各种的说方言 敢鬼 神医的这些神神奇奇的事情 很热闹 信徒很容易 在这种生活里头 跟这种拜偶像之经连在一起 保罗怎么说 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信徒是神的殿 教会是神的殿 偶像是不同的 不相配的 不能够有任何的 这些的关系 重塑的关系 其余的那种关系 共同分享利益的这种的关系 信徒要与不信的人 不相配的人中间分别出来 不要进他们的庙 不要听他们的教导 不要学习他们的方言 不要吃先过偶像的鸡屋 不要寻求余教徒 不信人的这些裁判 不要同父一儿 不要跟他们来往 要从他们中间里面分别出来 更多教会有淫乱的事情 有异教徒通婚的事情 有方言的问题 有分赞的问题 有敬拜健康财富的这些的问题 宣讲另外一种福音的假师父的问题 要反对保罗的一些超级的使徒 攻击保罗的一些人的问题 这些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哥林多教会信主之后 没有从不信的人 从这些拜偶像的生活里头走出来 仍然与这些人相交 相通 相合 相干 相同 所以保罗在总结里头 在辩论 在辩证 他只侍奉的时候 结论的时候 要吩咐他们 要他们从不信的人分别出来 信和不信 不能同富于恶 这个的吩咐 因为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分别出来 所以产生出教会的纷争 教会的问题 教会里头各种的困难 那我相信保罗所讲的这里不是一道切 不是与不信的人不能来往 不能合作合伙 好像基督徒只跟基督徒做生意 只住在基督徒的社区 只去基督徒的学校 只和基督徒去基督徒的餐馆来吃饭 只参加基督徒的运动球队 只去到基督徒的学校来上课 保罗说的不是这个 保罗说的是什么 他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在不信的社会里头生活 而是担心什么 担心不信的世界进到教会里头 进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所以七章第一节讲到 捷径自己是与敬拜 与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有关的 用的词是这样的一个词类 这种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 神的殿与偶像没有什么相同的关系 不信的不要不伤配不能同复一额 不然的话就出现各种的问题与影响 没办法与神同行 没办法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什么情况当中 不要和不信的人分 同复一额 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有交通 我举一两个实际的情况 今天可以用的 第一 婚姻当然是 婚姻是神在地上设立最亲密的关系 与不信人结合 就好像两种不相配的原料 做成一件衣服 在敬拜神的上面产生很大的问题 引起家庭婚姻的这些难处 很多方面可以产生冲突 好像儿女的教育 工作的观念 实义奉献 家庭的这些观念 都可以成为冲突的地方 令这件衣服受到破损 甚至到无法收习的地步 但保罗也吩咐 我们当中如果有不信主的配偶 不信主的丈夫 不要寻求离婚 要以美好的德行作见证 使不信的配偶 也印证你的缘故 成为圣洁 跪向基督 所以 与不信人结合 是第一个可以应用的 第二 今天我们怎么与非基督如交往 不信主的同学 不信主的家人 不信主的亲戚 要不要建立一种深入的友谊的感情 要进入相交相通相和相干相同的 在这种关系里头 不是一道牵 可是你要很小心 如果你受到影响 跟随他们的想法 在你的信仰 在你的道德生活 行为价值 这些关系 你都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店 神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那举个例子 像我们流行同学会 是不是 我自己陪证毕业 我有一个很大的同学会 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他们的消息 讲的什么 一起去玩 一起去旅游 大学时候 或者中学时候交了朋友呢 是很真挚的友谊 那这个也是很好传分的机会 为主做见证的地方 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 不是说要与不信的人不来往 不是盗窃 不是不可以参加不信主的同学会 可是你要很小心 这些的关系 这些联盟 这些协议 这些membership 当你进入与不信人的同学 相交相通相合相干相同的关系里头的时候 如果谈的都是怎么去赚钱 同学里面你看我 我看你彼此比较的这种世俗的这种观念 你儿子去什么大学啊 我的儿子做的是什么 或者这种世俗的观念 合伙一起做生意 带你去做去赚钱 或者追求 吃喝玩乐的这种的享受 甚至有时候去醉酒 一起去按摩院去嫖妓 大家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不相配的 不能够同复一额 会受到影响 跟随了别神 站上了不解 所以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是这个意思 那最后 我们看看整个信约里面 保罗特别讲了两个地方 要我们分别出来的一些实际的情况之下 你要分别出来的 第一呢 是与那些公然犯罪的弟兄啊 公然犯罪的弟兄分别出来 天下奴尼加后书里面讲的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怎么样 远离他 十四节 如果有人不听从圣经的话 不要和他交往相同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同弟兄 经文讲得很清楚的 第二个 法罗所讲的特殊的情况 或者一些实际的情况 是教导我们 与那些教导异端的人分别出来 老马书十六章里面讲 弟兄们 那些 那些理解你们的 在你们当中起分赃的 把人分开 是你们跌倒的 背负所学知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 怎么样 躲避他们 提多 提多在前书六章里面讲的 传异教的人 不敬前的人 要离开他们 提多书第三章讲的 分门结党的人 紧接过一次两次以后 就要弃绝他们 弃绝就是不来往的意思 那些分党结党的人 警戒他们 一次两次不听的话 就要弃绝他们 所以这里讲的 要分别出来的 要分开的 不要同父一恶的 这种关系 是这些教导错误真理 分门结党的人 不要去他们的聚会 不要邀请他们去到访 不要听他们讲道 不要上他们的网站 不要看他们的新闻 免得你们跌倒 就跟随这些错误的 异端的教导 要从那些人当中分别出来 保罗讲得很清楚的教导 今天很多的问题 今天保罗在这里 要哥林多教会有行动 命令他们 第一 要如保罗一样的 对保罗打开他们的心 要宽宏地对待保罗 讲道两个之间关系 然后第二 他讲道不要和不信人同父一恶 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ABA的伤病的结构 这两个的命令看起来 不连贯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小心去看的话 今天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 拒绝保罗 不打开生命与保罗来往 之后引起纷争的原因 正是因为他们与不信的人合伙 在那不洁净的事情所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要合一 要闯开事奉神 弟兄姐妹要好的这种团体 我们必定需要与不相配的人 与事分开 交互的分争分裂 不顺从真理 弃绝道理 很多时候 问题原因 就是受了这些的影响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分别出来 受了异教世俗的这种观念 阴谋论假新闻的这些的影响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那很快讲讲第二点 那为什么保罗说 信与不信 不要同负于恶的原因 这个结构很清楚的 你们和不信呢 缘不上配 不能够同负于恶 因为原因之一 五个羞耻的问题 神的殿和偶像 有什么相交相通 相和相干相通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原因 因为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神曾说 主说 全能的主说 引用五段的就位经文 讲到我们跟神的这种的关系 神对我们这个应许 从旧约里面 神救赎的计划 就是要住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要成为神的殿 神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神的子民 在神的应许的里头 我们要竭尽自己 与不信的人 能够分开 第三点 最后第七章第一节 他会讲到怎么样 如何不和不信的人同不一额 这些圣经说 所以我们有这个应许 我们有这个原因 我们的身份 神救赎的计划的应许 总结出来的一个命令 他怎么说 就当洁净自己 怎么样 能够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要洁净你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些误会 才能敬畏神 得以完成圣节 完成圣节 这个中文翻得非常好的 英文说 Bringing holiness into completion 完成圣节 达到预定的目的 我们被救赎的这个目的 是要成为圣节 当我们愿意分别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完成朝向这个预定的目标 不是说我们是百分之的完美 讲的是我们朝完备的圣节去迈步 是神给的礼物圣节 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这个结果 能够捷径你自己 是完成这个圣节 退出任何不圣节的联盟 与偶像敬发的这种联系 是我们捷径自己的 能够完备圣节的这个方法 让我们彼此的劝勉 怎么去做彼此劝勉 提醒对方 让我们不要纷争 捷径我们自己 解释一下 那些我们与不信的人这种关系 我们崇拜的这些偶像 我们成为谁的粉丝 我们跟谁去联盟 我们支持什么人 避开一些不信的联盟与协议 要与那些公然犯罪的弟兄中间分别出来 与那些教导异端的人分别出来 不要和不信的人同复 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跟神祝福大家 我们来唱这首婚姻的诗歌 我们来唱这首婚姻的诗歌